各位先生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周日版 那今天是2023年的6月4号星期天 那当然在周末的时候照讲不应该打扰各位 但是今天太阳升上来之后 新闻还真不少 那当然想跟各位来分享的关于就是 中国解放军是否会在中东驻军 那当然讲到这个话题之前 首先我们也来看到在印度发生火车相撞的悲剧 造成300多人的死亡 那也看得出来在印度坐火车确实不安全 那回头再来看到拜登在美国空军官校跌倒之后 回到白宫的时候下飞机 这个脑壳子又撞到这个门框 那真的是祸不单行 祸不单行 那回头再来看到也有情报传出 这个新闻传出 不是情报 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博恩斯 5月的时候已经密访中国 那当然今天的重点就是关于6月6号 布林肯将前往沙特访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沙特 实际上看得出来的 是去有一点点是这个去亡羊补牢 希望能够把这个美沙关系再回温一下 但是呢 为时已晚 就连你想看拜登去 那是怎么样的那个格局接待嘛 对不对 你这个布林肯来又怎么样 但也看得出来美国现在在中东的窘状 实际上在前两天呢 这个也有新闻传出啊 说中国现在正在启动一个叫做这个141计划 这个141计划呢 是这个华盛顿邮报曝光啊 说的国防部的机密外泄 说中国有一个141计划 是要在2030年的时候呢 在全世界啊 这个海外至少有5个基地 10个后勤资源基地啊 换句话讲 就是遍布世界啊 至少有15个这个可以用的基地 5个是有人的啊 另外10个不一定是要有大量的部队 他可能是装备放在那里啊 那在什么地方呢 在中东 东南亚 非洲的东岸跟西岸啊 没有提到南美啊 也没提到这个大洋洲啊 所以呢 看得出来现在的这个重要性啊 如果141真有这个计划 实际上也真的是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看到中国进入中东呢 是这个一定要先经后证 那这个最大非常重要是过去已经常年 在这个中东啊 默默的经营了 因为最重要中国的能源需求呢 对于中国的整个这个经济体系 安全风险来说呢 这个稳定的能源供应 是这个整个经济支撑的关键 那我们也看到在2023年3月3号呢 当时王毅啊 这个拉的一边是拉的沙特 一边拉的是伊朗的哈 这个代表双方啊 来个三人合影哈 那也看得出来呢 中国在地区上的态度是 就是已经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啊 推动进入了正这个部分 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开始 2022年的时候 12月啊 这个习近平前往 这个沙特访问有一定的关系 那当然在美国退出中东之后呢 中国会不会进入中东啊 这个也不意外 因为呢 能源的稳定 能源的安全供应 都是中国必须要保障的哈 因为中国进口的原油当中啊 超过一半 53%呢 是来自中东 所以中东地区啊 如果没有动乱 各位想 没有动乱 油源供应一定稳定嘛 对不对 油价一定不会高涨 这两个要素要控制好 那地区一定要稳定 那第二 这个油买了以后 要怎么千里迢迢迢回中国 这个运送上的安全 也是要考虑吧 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中美之间 现在矛盾不断的升高哈 那有很多可能 可能在南海的冲突 甚至台海的冲突 或是在这个东北亚 东海的冲突 都有可能 美国啊 就在路上 以这个冲突为由啊 把你的所有的邮轮给拦了 对不对 当然呢 我们来看这张地图 大家就一目了然 从这张中东地图呢 其实非常的清楚啊 整个中东当中 最重要的是波斯湾 波斯湾呢 的对面是伊朗 这边是沙特 那当然现在在141计划当中啊 传出一个最有可能的 就是在这个阿联酋啊 中国要有一个港口 各位从这张地图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实际上中东的地形啊 有点复杂 但是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大家一目了然 首先我们来看到最重要的就是波斯湾 这个地区呢 是全世界石油盛产的区域啊 那当然呢 在沙特啊 这旁边呢 有一个叫阿联酋的国家 它面对的呢 就是在波斯湾啊 跟阿曼湾中间的霍尔木兹海峡 等于算是一个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当然呢 在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呢 现在有传言啊 中国呢 将会在阿联酋啊 这个阿布扎比 跟这个杜拜之间呢 建立一个哈利法港 这个就是 现在141计划当中啊 里面提到的 那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地区啊 实际上 当这个 如果有这个运游船队啊 经过波斯湾 绕过霍尔木兹海峡 进入阿曼湾 回中国的时候 当然出来就有巴基斯坦的 瓜达尔港啊 可是那么大量的油 全部要运到瓜达尔 用油管运回中国啊 在这个战略上呢 也不是那么现实 但油轮呢 因为它非常大啊 这个量很快 就可以运回中国 所以目前来讲 海运还是主要的 这个等于是购买管道 那当然在这个地区看得出来呢 实际上过去 因为伊朗跟沙特的矛盾 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经常啊 还发生冲突 跟阿联酋啊 这边 美国也经常进来啊 什么 前一阵子被扣邮轮 就在这个地方 好了 回头我们来看呢 到底如果今天 伊朗跟沙特和解了 中国又在阿联酋 设立这个港口 你想想看 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 美国真的是啊 会心惊胆跳啊 其实那个哈利法港啊 早就已经有传言 因为真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 二月份呢 这个 这个 当然美国情报机会说啊 他们当时这种卫星啊 就看到在哈利法港啊 这个中国已经大兴土木啊 建了港 这个码头呢 大概有多大 大概可以做 容纳400公尺长的军舰 什么船400公尺 航母吗 对不对 当然那种 那种集装箱 超级货轮 也差不多这个长度了 300多米啊 深呢 16米 就表示 这可以停大家伙的 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美国就很急啊 当然呢 这个 而且中国呢 跟阿联酋的关系呢 很微妙 各位注意 应该还记得 当年啊 美国为了卖F35啊 把阿联酋啊 卡得死死了 因为在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就以美苏冷战 苏联啊 随时会入侵大家 我为了要保护大家 所以我要在你们的国家 设军事基地 这样就来了 对不对 当时以美国跟苏联的那种紧张 打核战 哪一个国家不觉得说 好吧 我就买一张买保险一样吧 你设基地就设吧 那这样美国就在全世界啊 设了800多个基地 坦白讲到现在 少一点 但还是有那么多啊 那中东地区也有了 后来因为 当然也知道 这个什么911之后啊 美国整个是 完全就得住在中东啊 住进去了啊 好 那单人现在又忙嘛 回到亚洲 这个中东他又放了 中东也已经觉醒了 完了那么久 我们通通被耍得团团转 对不对 干嘛现在还要搞下去 所以现在中东啊 是一片和平 但是唯独啊 因为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啊 所以这两天还在闹事 前两天呢 跟那个巴勒斯坦 两个在互射飞弹打来打去 昨天又听到说跟埃及边界又发生什么什么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乱了 对过去国际政治上来讲 它是一种操作的手段 但是对中国来讲 中东不能乱了 中东乱 油源供应出问题 油价上涨 中国缺能源 这个完全都不对劲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一定要让中东稳定 所以中国会不会在中东设立军事基地 如果有设也不奇怪 但是中国做法不像美国啊 吓你说我现在跟美国要打这个中美冷战啊 我为了保护你 我来设基地啊 不来这套 中国就不能忽悠人家 因为这个骗了 不能天天嘛 对不对 骗就是马匾 人家久了人家就不理你了啊 好 那中国现在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之前呢 我跟你说贸易经济往来 非常单纯 但接着 你所面对的政治问题 我来帮你一起解决 譬如说 中东老大沙特 跟对岸的波斯湾那边的 这个波斯人伊朗 矛盾了那么久 对不对 世仇啦 可以用世仇 差不多那个味道 中国出眠 处何 不管他们是 卖中国的面子也好 还是真的觉得说 我们两边有那么多 胜仇大恨吗 对不对 毕竟他们现在手牵手 他们手一牵手 哎呀 中东啊 大家这些小国都会看啦 局势风向变啦 所以你看现在多好 把叙利亚问题 阿塞德也拉回来了 对不对 整个慢慢中东走向了一个和平解决 这个就是中国啊 在布局啊 是要这样做 你不是来让他们互相厮杀 这个政治平衡 这个是西方国家最喜欢操作的矛盾 对不对 有了矛盾 他才有空间嘛 他才能来调停嘛 你们都一片和气 干嘛要有人出来维持秩序 对不对 大家都乖乖的 你想 这个在班上都很认真上课 那那个秩序就不需要维持了 好 那一样的道理 就像社会 没有坏人 就不需要警察啦 那现在的问题的中东啊 中国就希望 他真的是非常的和谐 大家非常的 有秩序 好 所以呢 在政治上 支持大家 最近阿联酋 美国情报就出来了 因为上次呢 美国不是要卖阿联酋F35 刁难啊 刁难到什么程度 你买我的F35 你去出任务 同一时间 要得到我的批准 比如说你今天说 阿联酋 说我要飞沃 对不对 波斯湾 进攻伊朗 美国说不可以 这F35这辆飞机就起飞不了 这什么合约啊 就像你买一部车 你每天出门 要跟汽车公司报告 你已经付钱付完了 对不对 你说我今天要去买菜 他说不可以 你这车就不能用啊 这种逻辑啊 所以阿联酋啊 就很生气 一直忍 那时候呢 跳出来一个帅哥 叫马克龙啊 就说这样 F35啊 竟然那么难 对不对 武器整合有问题 我卖阵风 法国阵风给你 原来不能挂美国飞弹 我改 我改城市 一般不改的 一定要买我法国飞弹 对不对 这样子我才能赚你飞弹钱 但马克龙说没问题 我改 对不对 只要你买 结果阿联酋 二话不说 80架 那个阵风战机 那你想想看 这张大单 美国看的眼里 是什么感觉 那当然呢 法国说 你要装哪一国飞弹 都没有问题 我这个电子设备 全部改完 对不对 不然因为法国飞机 挂到美国飞弹 射不出去 就算现在阿联酋 跟中国买防空飞弹 就是空对空飞弹 挂在这个阵风上面 一样射出去 你就知道 这个马克龙是怎么做生意 只要卖得掉 你说什么 我客制化给你 那当然现在美国情报还说 中国除了在哈利法港 大兴土木之外 另外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 都有看到中国人 进进出出 那当然是防空飞弹 还有这些无人机的部分 这个原来都是美国的 对于他的客户 现在这个客户 落在中国的手上 他当然起 实际上在2021年2月 这个美国情报机构 说哈利法港大兴土木 那时候是因为什么 中远集团 对不对 飙到了哈利法港的 一个生意 大概花了将近 这个20亿左右 那在这个里 就大兴土木要建了 因为这个港是 因为大家知道 在那个沙漠地区 它不像很多地方 有天然两港 它必须要做一个 那当然呢 这个中远集团投钱 就是去做一个大港 让这个地区呢 成为最重要 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 一个所谓三港 当然这个三港跟军港 其实是一体两面 对不对 你要停轮船 货轮 集装箱货轮 或是停航母 军舰 都可以啊 对不对 那当然呢 现在呢 这个2021年2月的时候 这个新闻曝光之后 听说美国就给 这个听说拜登啊 亲自打电话 到阿联酋啊 施压 这件事情 停了 不准做 对不对 怎么样怎么样 讲一堆啊 好了 那当然听说 据说后来呢 这个军事的部分 施工啊 就停了 但商业的部分呢 还继续在做 但是又最新消息出来了 说啊 最近啊 复工了 原来呢 有一个区 有铁丝网围到 现在通水通电 这个有人员进出 又来了 当然呢 这个也看得出来呢 阿联酋啊 也会看状况 因为2021年2月的时候呢 美国在这个地区 还蛮有影响力 但今天是哪一天啊 今天是2023年6月啊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个整个中东气氛变了 那阿联酋跟中国的关系呢 也不一般的 他都看到 他后面的沙特 对面的伊朗 已经是手牵手了 我在这里 当然也要调整一下 我自己的战略啊 对不对 中国跟我的关系 那不在话下 那当然呢 中国在这边 要有这个大计划 我当然支持啊 因为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说 141计划 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啊 是早与晚的问题 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是必然的 因为随着整个局势的发展 中国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保护自己的经济力量 我们就讲真的嘛 就是油嘛 对不对 53%的原油运不回中国 各位想想看 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要停下来了 经济就像一个火车头在跑 对不对 你现在没人燃料 你就没戏了 所以啊 这个油源稳定共益 短时间啊 现在虽然有再生能源 什么什么电动车 但是燃油这种啊 就是这个石油啊 对中国来讲还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次看得出来呢 这个马上布林肯将前往这个沙特访问 大概也是啊 这个白忙一场竹篮打水啊 但是呢 他还是要去走一走 动一动啊 因为中东呢 感觉到他还有身影啊 但是呢 6月8号结束访问之后呢 也就这样了 那现在唯一要看的是 以色列会不会追随美国的要求啊 把这个地方啊 再去先闹一下 对不对 但是也看得出来 以色列大概现在感觉到 他也感觉到这个气氛啊 不对了 对不对 现在没有人要理他 那没有人要跟他招惹啊 那他如果还是要在那边挑适 将来阿拉伯世界 合起来对付他的时候 他就不好过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对于未来中国会不会在 中东建立军事基地啊 我们还是抱一个乐观的态度 但是早晚的问题 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 也祝福各位 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啊 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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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